陳敬中議員 陳寅臻議員 林志聰議員 每個人質詢的時間為50分鐘 首先我們請陳敬中議員質詢時間為50分鐘 陳敬中議員請開始質詢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賴市長 各局處長 還有各位局長 各位議會的同仁 還有我們的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想今天很榮幸能夠用50分鐘的時間 來跟我們市府團隊來探討一些市政的議題 希望這些議題對我們的市政有所幫助 對我們的市民也有所注意 下一張 市政就是要讓人民有感 我想今天聯合報 我們的郭部長有提到 要馬上讓勞工有感 我想讓市政讓人民有感 是所有市政者的一個目標 我想我們市府團隊也是朝這個目標在邁進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我們賴市長民調這麼高 就是有得民心 那也往這方面 目標再邁進 好 來下一張 那首先要探討的第一個議題 就是遠距健康照護的這個計畫 那到底有沒有讓人民持政有感 有很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共同來討論 是不是能夠改變一些方向呢 讓人民有感 我希望這個計畫不要因為計畫而計畫 不要為了要申請像衛福部 或者是經濟部的一個的補助 然後來 雅兄弟人擺這樣 那這樣我想不是很好 我們希望這個計畫 未來能夠對市民有所幫助 區長先請接著 民間長 那 那遠距健康照護這個計畫 是我們台南市十大建設的一個 十大旗艦計畫 我想是相當相當的一個重要 那主要是要來結合我的醫療的照護 還有就是資訊的一個科技 以及電子化的一個衣材 希望能夠來提供 這個居家社區以及機構 這上面的一個 醫療的一個照顧 那據本席的了解 目前是第二期 那第一期的話 是由新柔醫院來做主導 那主要的話就是建設一些 照護的一個平台 還有微型的一個照顧 那我想第一期做得還算不錯 讓人民有感 但是第二期 我看從那個我們整個的 這一次的衛生局的A5報告裡面 第二期好像有中斷 那目前好像在樹上當中 我們請局長就先說明一下 感謝議員 我想市長本身對於我們全民 身心靈健康的照顧非常重視 那我們依照WHO本身 對健康議題 在前年是所謂的健康的 不平等的整個的米評 到去年是所謂的健康 在所有政策應該都含在裡面 那今年 林鄭元部長在WHO跟AWHA也在講到 所有的目標都應該含到健康議題 所以我們要擬平城鄉的差距 雖然我們37區的衛生所都有在做 但是對一些比較弱勢 像光寡孤獨匯集者 這部分我們還是希望有一些 比較有智慧型的方式來做一些健康的照顧 那在別的縣市 大部分就是做所謂的生物監測 比如說量血壓、血糖等等 那它有一個回酷的系統 就是傳一個簡訊告訴你要注意這些事情 那市長在上任的時候 馬上就是覺得這個還是要加值 應該有所謂的中共中心 call center的部分 那第一年曾如議員講的 我們是由醫院端去做啟動 那我們第一年計畫本來是做一個平台而已 但是我們覺得說這樣子好像不太夠 那我們感謝這個承包的醫院 他本身也願意多一些服務 所以總共有230個人 就曾如議員剛才講的 有居家型還有機構型 還有一些相關的這些關懷據點等等 那成效算不錯 但是因為第二年計畫 其實是把我們的旗艦計畫的第一年 第二年都做完了 所以我們要擴充很大 變成800多位的市民 所以那時候有評估過說 如果由單一醫院去啟動的話 他的服務量能 因為西南西北這個那麼大 他可能沒辦法 所以就改由承包商 來這個資訊公司來承包 但是他要跟三家 三愛科技公司 對對對 然後他要跟三家的這個醫療院所 做這些簽約的動作 那他們也有都取得意象書 那後來的確是他本身得標了 但是呢 因為他所有的關鍵時刻的所謂的這個指標 KPI都沒有達成 哪一些KPI沒有達成 包括就是說他要設的點 還有他的通話量 還有他的故障率等等 都沒有達成的情況之下 我們有請這個業者改進 但是他還是都一直沒有達到標準 所以我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12月的時候把他終止契約 終止契約 那你目前是在訴訟嗎 那訴訟的主要的目的是要終止嗎 還是你已經有撥預算給他 要把他逃回來 在這個我們試預算的部分 是完全都沒有 因為他一定要在第一期的計畫 把成果交出來以後 我們錢再給他 那目前我們是沒有半毛錢 在試預算的部分 不是 但是據我的了解你們有撥 他有撥93萬喔 跟議員報告一下 因為當時衛福部看到這一塊也不錯 所以我們台南市政府也有寫計畫 同步跟我們試預算做一個結合 但是衛福部的計畫是只要啟動的時候 就會給他儀器會 所以他93萬是從衛福部的補助款 是去買儀器的錢 因為我本年度的這個計畫 是1500萬嘛 其中300萬是衛福部補助的嘛 對 所以你那個93萬 就是衛福部的錢 是 那他已經領了 那衛福部的錢 因為他的KPI根本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來他在整個衛福部有 有讓他收這些案了以後有交了報告 但是衛福部對於以後這些買的 他買的儀器 因為他只要交了 他只要承包了以後 他就可以衛福部就給他儀器會 那市政府是一定要達到 因為本來就有一些儀器 那衛福部現在有沒有意見 他目前是已經結案 但是他對未來這些儀器放在台南市的後續 要怎麼樣他有做我們釐清 但是這個都已經在各機構 我們都把它留下來 談到這些儀器 那目前你剛才談的 就是有800個 我們希望他做800多個 他有去設了點 那他93萬的話 他已經有多少儀器 就是一定到給照護者 他有依規定去設置 但是他的穩定度跟儀器的方便性 在有很多的爭議 我舉個例子 我們去年維修整年才這個100多件 但是他在短短的幾個月以內 就有差不多200多件的維修案 因為這個儀器 當然長者有時候是使用不當 但是大部分是他本身儀器的設計有問題 是 好 那你現在你在跟這個三愛科技在訴訟 那主要的目的是怎麼樣 是要終止這個企業嗎 還是我剛才談到的就是 他的預算有申請了 93萬 那你現在要把他討回來 沒有這個 因為他 我剛才講說 93萬的部分是衛福部的計畫 他只要啟動這個錢給他 那衛福部這部分他是沒有意見 他對後續留下來的儀器 因為他還是有交一些報告 但是那個 如果以我們台南市的其他的計畫來講 他是沒有達到我們設定 因為我們整個的KPI的標準比較高 因為我們曾經有第一年計畫知道要怎麼做 所以他 但是衛福部只要有回傳資料就可以 但是我們還是要做一些促進還有一些故障率 還有一些這個 不是我是說 你現在訴訟的目的是怎麼樣 要終止合約嗎 沒有 是他來要求我們要給付他錢 不是我們去告他 因為我們已經跟他終止契約 我們沒有半毛錢給他 所以這一塊就是議員放心 就是說他是到我們 好 那你現在有 審議委會 對 這個案件在裡面 那這個案子就閒置嗎 這部分的機器 因為他還是可以做 不是雲端的部分 他還是可以做測量 目前我的了解 第一期的薪酬醫院 目前已經沒有在運作了 是 跟議員講一下 這個就是一個電子血壓劑 或者是我們涼血糖的機器 他本身還是可以做 但是他的網路線已經終止了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做上傳 我們是希望用比較科具的方法 用大數據的方法去做 現在本習關心的就是說 你這個遠距的照顧計畫 因為這個訴訟案的話 就是要停擺 就是要知道你官司完了以後 才能夠繼續進行 或者是現在就可以繼續來進行 另外你再找一家 好像醫療機構來承辦 或者什麼可以這樣子嗎 這個我們因為已經終止契約 但我們這個計畫已經停止在那邊 但是我們這個醫療的照 跟涼血壓的這個服務 我們還是持續 只是沒辦法用大數據的方法去做 那陳竹議員剛才了解的 就是說 我們在發展一個智慧城市的時候 我們其實把一些雲端的一些 還是加在一起 那的確有業者 他針對於整個智慧城市 他要去做一些合作 那目前我們也沒有跟他 有一個正式的合約在那邊 他是在做 因為他跟工業局申請計畫的時候 他一定要回饋各縣市 去做相關的智慧的價值 那這一部分 他們已經在進行之中 我們有在多了解 但是目前還沒有整個合作案在裡面 好 那我想請這個局長先請坐 這個部分你的說明我了解 那我要請問一下那個社會局局長 針對遠距照護的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在著墓哪一個方面 遠距照護我們現在在 有台南市有所謂的智慧4G 這樣子的一個血壓量測 這樣子的一個措施 那這個是遠傳提供台南市300台 那我們在社區關懷據點 我們有申請了將近200台 那現在他們陸續建置已經建置了195台 那所以這一個部分他都可以 民眾到各個關懷據點 那可以去做量血壓 然後把相關的 做關懷據點的部分嗎 對我們是做社區關懷據點的部分 目前就是有195個關懷據點在做這方面的 已經設置這樣子的儀器 已經設置這個4G的儀器 對但是我們 這是遠傳的4G的這個鑽案的這個活動 但是目前本席覺得這只是一個量測 他只能夠量血壓對不對 對目前目前是這樣 只有傳到銀端嘛 那再來就沒有下文了對不對 那未來中央他在長照2.0裡面 在關懷這些長輩的這個做法 他們就是有所謂的社區健康中心 那社區健康中心主要是期待 我不是覺得你們有量測的這個數據 然後到只有到雲端然後就沒了我想 可能要跟衛生局這邊 可能要跟衛生局這邊 未來譬如說社區健康中心可能就是要合作 所以到時候衛生所怎麼樣跟社區關懷據點 來做相關的一個連結 這個我想是很重要的 好謝謝局長等一下我們再繼續來討論 來我看一下一張 那從剛才我們這個林局長的一個報告 我們知道目前這個 遠距健康照護的計畫 可以說送到家庫病房得了敗血症 目前已經插館了 可能一年一息 我想要請問一下我們局長 你要因為市長也是醫師 局長也是醫師 然後我們副市長醫師 你們可以開一下處方 因為我想這個遠距照護 整個要起死回生並不困難 以理的專業來講 你要開什麼處方來讓它起死回生 我想這些業者 我們還是回歸到原來的第一年計畫 可能會比較適當 因為醫界本身都是比較善意的 比較正向的 那我們當時是本來考慮說 他如果需要三家醫院的話 譬如說這個假醫院 他去承報以後 沒有比較偏遠的疑醫院 或秉醫院去協助他 那所以由這個資訊公司去簽意象書 可能會比較周全 那現在反而是相反 因為他們本身只想去把儀器做建置 那做一些人性關懷 或一些互相的一些溝通問題 就曾如剛才議員質詢的 所謂的中控中心 call center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會告訴你說 他血壓高 是因為他昨天沒睡好 那你只是傳個簡訊要提醒他 是不用用的 只要有人去打電話給他 或者是我們做視訊的一個關懷的話 其實他第一個 他會了解他真正的原因在哪裡 第二個我們也會比較 給一下政變的一些輔導 那如果真的是他整個血壓控制不好的話 我們會請call center 安排所謂的這個掛號的部分 能夠得到一個比較正向 比較系統性的 比較完整性的一個照顧 所以我們這個計畫 基本上來講 我們還是在朝向 不管是以後要跟電信業者合作怎麼樣 我們還是希望說 除了雲端這些數據的收集以外 我們還是期待有所謂的call center的成立 那我們未來如果再做另起一個計畫的時候 我們希望是由醫院端去當主導 然後等於是策略聯盟的醫院去做 然後電信業者反而是退到第二階段 這個後面的第二線這個部分 好我想這個局長這個主方不錯啦 就是我要建議的 來下一張 我看 本席對這個案子未來這個建議 我認為呢 要給醫療機構為主導者 剛才我們林局長有談到 醫療機構它的好處是怎麼樣 它是有專業的 它對整個醫療的照護相當的清楚 而且它是在地 它有人脈去要哪一個點 或者是什麼的慢性病的患者 或者是什麼社區據點要怎麼來擴展 可能比較熟悉它有人脈 那你科技公司它從台北下來 根本一無所知啊對不對 而且醫療機構也不會老跑啊 如果發生剛剛講的那個 第二期的那個 三愛的科技的公司的話 如果是屬於醫療機構 我看醫療機構 你去叫它來開閉就開閉了 根本就沒有這個事情 所以議員這個是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借鏡 不過我跟議員報告剛剛提告說 我們私預算的部分是完全沒有給他半毛錢 所以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把這個 遠距醫療照護的部分做好 我想今天我們要探討的就是 希望把遠距照護 健康照護這個東西把它做好 讓人民有感 我們你說所謂的預算怎樣 所以我剛才有提到 不要為了要申請衛福部 或者是經濟部的這個預算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偏掉 我不希望這樣子 不會啦我們還是期待就是說 讓人民有感的一些醫療政策 然後用比較加值型智慧型的方法 然後用現在高科技的語力官 所以未來如果你們有在發包這個 這個遠距照護的這個計畫 本期建議呢就是要醫療機構 然後協力廠商才是科技公司 這樣的一個做法 就是跟第一年計畫是一樣 跟第一年的 只是說他要去找一些策略聯盟的醫院 因為整個服務的範圍才能及時性 我想這個部分 衛生局來主導應該是絕對沒有問題 我想有很多醫療院所願意來配合 你像成大他不會配合絕對會 齊美會不會 勢力院會不會 絕對都會啊 我想這個大家共同來做 才有辦法把它做起來 而且大家分工合作 每一個地區的話 大家分配一下 假設那個信偶醫院在東區 對不對他就東區啊 然後這個偏遠地區 他也負責一區啊 那可能結合起來 就能夠把整個台南市做起來 不一定說八百個啦 你只要做得好 三百個是不錯啊 讓人民有感啊 五百個也是不錯啊 慢慢來啊 對不對 從慢性病的病人 或者是你說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 有醫院的人 慢慢的來說 我想這個部分 這一個 遠區健康照護計畫 就能夠做得非常好 是 謝謝醫院的建議 我想這是非常正確 是方向很好的一個決定 好 那我第二個建議 來 我想他三知識可以公錯啦 我不敢說我們錯了啦 但是呢 人家做得好的部分 我們應該去做參考 我想這兩個機構 可以讓我們來做參考 第一個就是竹山指南公 跟竹山秀甩醫院的遠區照護中心 我想他們做得相當的一個不錯 另外的話 台北市政府 具有的了解 這個遠區健康照護的服務系統 也不錯啦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參考 來 我們來看一看 就是竹山指南公 跟竹山秀甩醫院 他整個遠區照護中心的一個做法 我想 首先就是篩選這個目標的一個族群 就是說 比如說 雲法族 那當然如果未來我們台南是要做 我們看我們的財力 對不對 或者是有醫院的人 我們來做篩選 或者是行動不便 或者是慢性病的 或者是比較偏遠地去的人 然後 他有談到嘛 就是居家的一個監測 還有生 就是生理 就是 血壓 血糖 還有體分等的一個監測 然後做到一個監控嘛對不對 除了這個以外呢 他們還做到藥物的一個整合 也就是說 他們的固定 派藥師 到這一些族群的家 給他看看 他吃的藥有沒有重複 他可能在竹山秀甩醫院有領 也在某某診所也有領 或者是哪一個醫院都有領 可能重複用藥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 就是家庭的一個關懷 就是說 他會有關懷員 去到他家 去給他做關懷 那再來的話 就是巡迴醫療 那這個針對偏遠地區 像我們佐鎮 南化 浴景 可能比較偏遠地區 我想 這一些負責的 這個機構的話 可以定取人去那裡 做巡迴的一個醫療 那另外的話 這是電話的一個訪問 我今天也帶了一個 他非常簡便的那個 他的一個做法 他每一天 我會報平安 這個按下去 標示功 今天沒有問題 每一天都 他要 他要 他要外出 他這個出來 外出啊 就是給這個 co center 都非常非常一個清楚 這個科學醫院的指導 我們 在第一期計畫 這些都有做 那我本身也有去 這個 所謂的秀船 我有去台北市衛生局 那個高雄小港醫院 其實彰化地區也做得很好 所以這個我都親自去看過 但是我們還是強調說 議員講這個co center非常重要 因為他只要一天沒有量測 就有官方會員會打電話 而不是很簡單 傳個簡訊告訴他說 你為什麼沒量測 因為我官方也瞭解他 是不是不小心 是外出 還是說 不小心暈倒在家裡 那萬一我們還 沒有找到他的時候 我們會聯絡 他的緊急聯絡 比如他兒子女 是不是進去回去家看一下 因為我們沒有鑰匙 會進去長者 所以這個部分也感謝議員 給我們一些建議 不過我們 我想把事情做好 做對才是很重要 我們有去很多 機構還有各縣市有去參訪 那個設計我是覺得很棒 因為我們以前是沒有這樣子 就是說他沒有量測 我們才會去關懷 那他如果可以用一個撥弄的系統 他其實外出撥一下的話 我們也知道說他外出 可能會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想這個部分 還要再結合 這個局長請說 我想這個社會局 這個部分 你們緊急求救系統 也應該結合到這裡面來 這個是什麼 緊急救援系統 這個 對 就是他可以按鈴 按鈴 按鈴到16個分局連線 你們兩個應該把它結合在一起 然後共同來關心 不是說你現在做的緊急求救系統 是在要要求裡面對不對 要求沒什麼 要求我們以前就有了 打個電話 你有問題 他就救護車來給你協助 我們是到分局 到分局對不對 更要求我想差不多對不對 是 因為警察局 沒有辦法做到關懷的一個部分 沒有醫療的一個專業 而且你們的勤務也沒有辦 也不容許你們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要兩個來做結合 是 而且不是你們這個一個單位 然後編一個預算 然後這個編一個 我想相當相當的可惜 這個部分的話我想 廬山紫蘭宮這個部分 跟紫蘭秀船 我想這個整個的遠距照顧計畫 值得我們去給他做一個參考 把他們好的 然後來到我們台南市來用 好再下一張 台北市剛才我們局長有談過了 你們有去看嗎 他們好的地方的話 我想我們來用到我們台南市 來再下一張 剛才我有談到 這個計畫要成功 需要這個資源的一個整合 也就是說衛生局跟社會局 你們兩個要合作 把他併在一起 不要各自為政 因為你們有量測的一個數據 他你有緊急求救系統 你每天可以併在一起給他關懷 我想倫敏就有感 你這個遠距整個的照顧 就會相當相當的一個成功 那不只這樣子 你們民政局應該要介入 對不對 你看看 人家 竹山 紫蘭宮 他們很有錢 廟宇很有錢 我想 如果是一個好的政策 你如果去跟他說 我們共同來照顧市民 他們會願意 對不對 你可以去找一下師指揮 師指揮也很有錢 對不對 我想共同來關懷社會 這個部分的話 應該做資源的一個整合 我想這個遠距照護計畫 就能夠相當相當的一個成功 然後再來 我想服務的對象 要對 要正確 我們目前好像 像我們社會局的話 你們就有規定 獨居老人 中低收入戶 你根本就 你一塞一套系統給他 他就不喜歡用 沒有用 你要找 要用的人 對不對 然後 你整個的量測 然後變在一起 他們才有路由 對 所以我們也 新樓醫院第一期 是 第一期就是沒有 特別限制那個對象 因為我們剛才有分三種 但是儀器的操作 因為我們在做一些微型的測試 所以我們是有找比較會有一些 比較概念的一些長者 不一定是獨居 他夫妻兩個 尤其是他小孩子沒有在陪伴在身邊的部分 那剛才議員講到這個民政局 很感謝 其實民政局一直在推市民卡 對我們來講幫忙很大 是因為 我們不希望他量測 只有在固定他家裡 比如說他到我們的衛生所來 他量的也可以到 就像那個遠傳4G 你未來就是要結合市民卡 是 那當然這些量測的數據 傳到雲端 那個是沒有用的 你要有做到關懷 而且是多點 他不要只有他家的數據 他是要有市民卡 他到我們的關懷據點量的 去到我們公共場所量的 全部會匯集成一筆資料 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然後這些數據 能夠轉換為一屆 給他做關懷 他可以抓下來數據也可以印出來 然後比如說他血糖的 整個這幾個月的起伏的情形 可以拿去生存參考 而且他們的家屬 也可以上網去看看 對他授權的家屬可以去看 對對對 可以直接上網去看 看說我的爸爸媽媽 他整個的量測數據是怎麼樣 他整個統計下來是怎麼樣 未來的話有沒有什麼方向 沒錯 有沒有什麼方向 OK 所以我想這個 遠距的健康照護計畫 要成功 就是要有市民有親的這種感覺 就是我把目標的服務的照顧者 是我自己的親人 然後我實時去關心他的一個健康狀況 他的一個量測整個的一個變化 他的我們做家庭的一個仿視 我想人民就有感 大家就自己耳樂 這個局長拜託 OK 好 那再來的話我想來探討第二個主題 就是有關於警察破案例的這個問題 從這一張這個統計的圖表 就是警察局100年到104年 對治安的整個的一個統計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的犯罪的案件數是在往下掉 那破案例也是在往上升 我想這個數據蠻不錯的 表示我們警察局長做得相當不錯 值得肯定 是 謝謝議員 那當然你們的努力大家看得到 不過還是好要更好 不過我對這個數字還是有一些看法 就是說他好 他是不是失真了 因為裡面你有看到 有一個108% 105%還有102% 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樣 請局長說明一下 跟議員報告一下 這個謝謝議員 對我們治安工作的關心 我想這個不是我個人的那個領導 是我們這個市長要求一下 我們台南市的警察 我們是不吃案的 那麼就是我們全體警察同仁 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這裡面有一些數字 我是我個人非常反對說有什麼吃案 這種事情 或者說製造假績效這個 這就是有聽說 我們有那個 在我們警察的計算裡面 就是說有破計案 就是說上面沒有破的案件 這個會破 所以算在這個業的成績 還有就是說如果有業區 破他俠 比如說破到家庭 破到高雄屏東的案件 那個成績會是納到我們這裡面 通常這種重大刑案的部份 比較會有這個狀況 重大刑案就是說 它有的強盜的 或是強盜的 這種案件 它比較會誇賞 在作案 所以這部份我讓我去注意到 你那個 我個人的認為 你這個108、105或者是002 你主要就是要來墊高你整個的 全部刑案的破案率嘛對不對 所以 你是不是要為了要墊高 這樣子比較好看 可以82.15% 沒有沒有沒有 我想 這個 這樣子啦 跟一週八月 我 是下下個月 還有一個都有要退休 我一直跟我們同仁的要求 我們一定要用最真實的這一些 數據 因為發生不是警察的接近 對啊 發生你像說 我們阿南區發生一個不幸的 這個 全家燒爛這種 因為發生我們沒有辦法 你阿嬤沒有 玩家燒爬啦 或是說有時候 大家的朋友在KDV在唱歌 唱一首酒淋 你們之後 他們都喝酒了 橄欖騷 在200元 因為發生我們有時候 我們沒辦法去追 當然我們盡量去做選擇 這個治安的也要有一些做犯罪預防的先導 但是破案確實是警察的 所以我一直給同仁 就是說 我們好像以前 有一位外國的一個專家寫者講 其實整個治安的發生 治安的 就是說影響治安的層面的這一部分 政治 經濟 教育等等 他所佔的比例 你說一個政局動蕩不安 或者說經濟蕭條 或是說教育失敗 對整個社會在我們影響 又比警察 警察主要是負責破案這部分 所以說發生多少 原則上 但是你那個犯罪的預防還是很重要 對 當然 警察局這樣重要 教育局當然也要護一些責任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你整個破案率最差的是 汽車的一個 切到的一個破案 汽車 汽車都是不好破的 汽車的話 只有到 72% 一般的切案 就是 一般的切案是 60% 對 因為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 這款的有經驗都連續作案 有經驗破就是整間 就可能會 一破二三十案 怎麼沒有破的 那種 我想這個 失竊的這個破案 我想你們應該真的要加把勁 本事 在兩個 就是兩個月前 有三件的一個 失竊 通通沒有破 一個是 核順派出所的 兩件 我覺得那個有那麼多破 你知道嗎 為什麼說你知道嗎 因為它是工地 工地 然後那個鋼筋被人家載出去 那種大卡車的 你整個的監視系統 調出來 就 有辦法來破案 對不對 而且拖了兩個月還沒有辦法破 而且呢 如果你們警察 人力不足 對不對 人家這個 失竊者 希望說 你們就 去把他調那個 錄影帶來 讓他來協助看 你也沒辦法 所以你們 應該不會說沒辦法 只要可以做 我相信 不是 我去做報告 把這個 錄影帶 讓他來協助看一下 我個案 因為這個案件怎麼樣 我不太知道 我會 我會 因為這個 我們常常這樣說 我不是在台籍說 差什麼 這跟我們說 設計狀態 這是我們古早的 鮮明老 這個我了解 這個有什麼 他用那個 報廢的那種汽車 那種貨車 他只要做一次而已 車牌百車 讓你 今天沒辦法去追查 那種 因為很多 這個 我不會想說得太多 我說太多 我去差什麼 我知道 我的要求 我的動手 大家比較 要說 就是說 應該不至於這樣 警察同仁 對於 這個失切案件 人家來報案的時候 你要給他有信心 是 給他有信心 為什麼呢 你很多人 人去幫你報案 你就說 破案率很低 我們只能夠盡量的來 看看 查一下 看看能不能偵破 你不可以讓人家失望 對不對 對不對 像那個 這幾位 如果我們台南市的環境這樣說 我拜託議員這個主導 因為這個位 就是我一直在要求我的動員 北部的環境就都這樣 我一直在要求我們的環境 絕對不能有這種問題 我了解 局長你有對這方面 在強烈要求 但是 還是有很多嚴警 據我的了解 就是這樣子 我也 這幾個人問 你是不是這樣 他就去警察 這樣 不然 他覺得這個竊案 不是重大竊案 就要辦怎麼不辦 這個人民的感受會非常的差 你知道嗎 你就是要有感覺說 喔 你來報案 我非常非常的重視 我很重視 我一定會很全力 用我的精力去幫你破案 把你的這個機車 汽車把它找回來 他會覺得我很感情 好 這個我自己的親人 你把我發自斷辦這個刑案啊 議員所說的 這個動作的親人 我們 我個人也好 我們市長也有在講 就是我們市民如親 從我們的市民 我們動作都跟我們的親人 所以來到我們派出所 不管是人和的案件 要合部的案件 不要說一定是 被害的案件 人和合部的案件 我們跟動作說 好像是我們的親人 來 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做 我相信 一定可以破案 假設 我們局長 你的汽車拿去 如果碰掉了 我看會破案 不過我聽 我會很正義 應該不會 我打個比喻 我知道 我知道 每一個 這個失竊的案件 如果是當作我們局長 丟掉的 來偵辦的這個心態 我想這個破案率會再提高 因為 像我17 有一個高雄來 唱團的案件 來我們這裡唱團的案件 其實都沒有財物 把人家整理 我們要補四年 我們也是 用到高雄去 他們也都沒有車牌 我們在吊大 這個精神 感謝市長 對於台南市 這個機器車 失竊的熱點 你不知道要怎麼做 當然 你剛才說的 有些破案的方法 或者是要 逮到這個逮途的方法 不宜在這裡來講 是 不過我們說真的 你看看成大 那個FB 有 那個有 而且他一直 請我們議員 一定要提出 這方面的一個 沒有 有加強 現在我們做 有做減少器 像成大 你看他那些學生 辛辛苦苦 剛好 要不出來社會 要去打工 結果買台機車 機車就去砰 你看看 心有多痛對不對 他還找不回來 他還要小心 愛得到FB 都要對你們的一些言論 我想也是一種傷害 當然 我們也覺得他 蠻可憐的 那我想 我知道 東門 東嶺派出所 去管這個 成大校區 這個部分 自然是他們來維護 他們的所長也很認真 他對這個案件 也相當重視 特別來給我說明 我想我也非常感謝 他真的很認真 他是一個好的主管 不過 我還是要給那個 我們局長 做一個建議 要熱點 你要給 比較多的人力 現在他們 東嶺派出所 有多少援緊 現在這樣 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整個邊境 欠13% 環境 現在就是在 我們後果的6月份 這個 京 京專畢業的 學生要來 看能不能夠結合嗎 因為這回 現在在學校以外 他這個 補他補四補五種類 還有在訓練 是嗎 我是說 因為警力 永遠不足 是 那 你可能要去檢討說 每一個派出所 他整個的一個 地理環境的一個特性 那假設城大這邊 他真的是 機車 的一個 失缺的一個 熱點區 那你們應該 給他配多一點的 一個警力啊 那 他們才會做 防範的一個工作 那未來如果 我針對 陳大師 我剛剛有 就是有這個 叫這個比例 就是說 議案的複雜性 甚至 比較單純的地方 我們已經 缺到25%了 是喔 我看 董寧派出所 你要重新考量 他們今天很認真 他們今天很複雜 學生這麼多 真的常常在砰去 這個機車 當然他們也很量力 希望能夠破案 我想這個 人力你應該要再給他 我們根據那個 治安的複雜度 來做調度 你們針對 你們針對 成大醫院 他們學生的 這個 機車的 這個 失缺的 你未來要怎麼做防範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那天市長也有在關心 我們就 第二天 我們就 在學校的總教官 這個 這個 學校的 相關的人員 還有 我們 我們 派出所分教這面 還有 檢察局這面 我們去會看以後 在那裏 加上一些 這個 監視器 對 你們現在增加多少 那細 四組的樣子 監視器的安裝 真的是有效 另外就是說 除了當地的 拍手分子以外 我另外也請 焦大跟寶大 我家共鑽 這像 這個 有在增加那個固定的 這個 巡邏箱嗎 蛤 有 有 第二天我們就 我們就隨便處理 你應該要有 比較多固定的地方 然後你們的警察就可以 固定的 因為 我也不知道 才是 應該兩台 更加強 是 那另外 我想你們要確實 看得到 這個 排一些警力 24小時 換取機車 好 還是說 汽車 好 我們還要做一個巡邏 我想來加強這個部分 我們還有便利的鋼燒 都有 這部分 因為也有人在市長臉書上面 那另外的話 你可能要一些 失切的 防範的一個警語 提醒說 這裡的熱點 是不是大家要注意 都要上手 或是什麼 那一會兒 跟這段 好像不聽說 還有 判決的狀況 這是一個好消息 我希望 這個未來 城大的 整個的一個 校區的一個部分 整個 這個機車的失去率 能夠往下掉 謝謝 謝謝 好 再來 這個往下 我們再來 再來 往下一張 來 下一張 下一張 好 我要在下一個主題 要來談那個 文指館的問題 那我想 文指館的話 是這個 糟蹋人民的一個血汗錢 那我想 我們市政府 相關的幾處 還是有一些文指館 那我第一個 要來請問一下 東區這個文指館 是哪一個客室所負責的 有沒有 看得出來嗎 好 好 可能不出來 再下一張 這個 這個是 台南市 舉重館 舉重館 那這個是誰負責的 教育局是吧 是我們 教育局提出 那這個 舉重館已經閒置多久了 跟議員報告 這個舉重館 它之前是由這個 舉重委員會 他們來 這個 任養 那 後來103年底之後 他們 我們把它收回來 因為裡面有一些 問題這樣子 就是收回來 我們自己管理 我 103年底 我看還比較早 你現在做什麼管理 你看看 雜草 重生 都在那裡閒置 你不知道自己看過嗎 跟議員報告 其實這個 我已經多次跟我們體育村那邊有要求 就是說 要做環境整理 因為去年其實 你看看這個叫做環境整理 對 去年其實登革熱的時間 我們其實也有定期在做 我發現去年如果有登革熱 可能會從你們這裡爆發 這個我們會再留意 那也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因為整個舉重館 我們還 就是不是只有舉重館 包括其他的 羽球館 桌球館這些 我們現在都是要用 勞務委外的方式來處理 那這個部分 我已經要求我們體育處 必須要在6月 這個做這個招標的動作 6月一定要做招標的工作 因為我這個案子 我已經私底下跟你們關心 已經差不多快兩年了 一直都沒有動作 你們每一次 就是說 我們什麼時候要招標了 然後也說什麼財政局 推給財政局說什麼 要用促餐 怎麼樣怎麼樣一大堆的理由 那我們希望這一次6月份 真的能夠完成這個舉重館的整個 一個招標的一個工作 不要再閒置了 是跟議員報告 我們主要的這個方式就是說 像我們這些場館 當然如果可以用促餐方式的話 當然是優先用促餐的方式 但是他可能在這個營運上 其實是有一些困難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朝 勞務外包的 委外的方式來進行 好啦 反正你們就是研議 要怎麼讓他活化 那在這一段期間 還沒有活化之前 你們環境也去整理一下 是是是這個我們一定會做 對不對 不要弄得亂七八糟 讓人家看笑話 因為那邊旁邊是公園 有很多的運動的民眾 我如果去到那裡的時候 你如果說要去完 你看看這裡亂七八糟 這樣子我想不大好了 是 至少先把這個環境 整理得乾乾淨淨 表示有人在維護 有人在這整個的一個維修 在看管 我們會在要求 放到那裡 荒野變慢潮 這樣子不大好吧 好 謝謝議員 所以拜託局長 關心一下 第二個文資館 來這個是文化局的吧 來文化局 這個是哪裡 跟議員報告 這是向心樓的部分 你還不錯喔 一看就看得出來 那這個部分我們多次促餐 那在去年的時候 已經到了預約完畢 那簽約 那因為承接的廠商 後來又覺得 他在營運上 成本跟支出很難談體 所以後來他就 沒有簽約 那麼我們也沒收了 他兩百萬的 旅約保證金 是喔 是 那我們目前還積極的 在做最後的一個 招商努力 那什麼時候會有好的結果 開發結果 跟議員報告 大概我們六月中旬 會有相關的這些 有預約承接的人 會給我們最後的一個確認 因為潛在的廠商是有 我們一直在找 你剛才那個 招標的不是已經解約了嗎 之前已經 對 所以我們會 重新再去找 有錢 就是潛在的 意願的一些廠商 你不是這個 要公開那個 公開招標 或者怎麼樣 因為他是出餐 出餐因為我們前面幾次都開過 說明會了 那有一些有意願的廠商 我們有一些名單 那我們會再做邀約的 那你出餐 你未來是要做什麼 這個部分 我們的命題是 物產館 還有一些藝文的展演 當然他有一些 可營運的一些 餐飲的部分的空間 餐飲喔 我看你這個部分 來做民宿可能會好一點吧 還有餐飲的部分嘛 因為他是公園用地 不可以變更嗎 公園用地要變更 其實程序上是很 比較繁瑣 因為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來做民宿 我想相當的不錯 對不對 結合安平 整個的一個觀光 不行嗎 因為是公園用地 好啦我這是 是提一下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當然你們有專業的考量 我想我們有太大的意見 就是說趕快把它活化 不要在那裡閒置 經過的人會覺得 這一棟為什麼在那裡閒置那麼久 好不好 好 謝謝 這個是一樣啦 就是那個相親館 那我想 不知道市長 有一些市長給市長 看看有沒有什麼 指導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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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支持市長的關心和支持 剛才說 建議的包括 衛生局 遠距醫療 也要是這個 警察局提安 也要是包括相關的 閒置空間的運用 未來我們都會來加強 不如剛才剛才我們說的 遠距醫療 我想我們可以改造 剛才我們說的 遠距醫療 我想我們可以改造 剛才我們 就是說台南市的便宜 其實都有機會可以加入 那你服務的對象 我們把目標群設定之後 他說這個人 目標群裡面的市民 有離你的便宜跨門進 都可以是你服務的對象 對啊 那這樣的話 可能效率會比較高 但是那個call center 我們要怎麼樣來成立 call center最好是一個 我知道 我說那個怎麼樣來運作 那變成就是說 當然如果有好多call center 那當然是很好 我知道 不過那個經費上可能會 服務的點 這個我們可以來研究 就是說看看你是站在哪一方面 如果資訊方便 就是由資訊開始 後來因為發現 這個其實根本 遭遇到困難 那應該要由醫院端開始 我想如果給資訊公司的話 是相當不可行 對 我是說我們之前 因為資訊公司怎麼樣 他主要是要賣儀器嘛 其實這是這樣啦 所以這樣比較不適合 就是說因為你看 你的著眼點在哪裡 如果說我們以這個 醫療服務為優先 就是剛剛陳議員跟林局長所說的 不然我們就用便宜 那如果要站在效率這一端的話 人數希望多一點的話 那我們就開放了 可以參與服務的醫院也多一點 可以參與服務的醫院也多一點 那你服務的對象 就是你門診的對象 那這樣的話呢 可能在方便上會更好 就是你本身的醫療機構的一個 病友那個可能會好一點 然後呢那個資訊公司呢 就可以用遠傳 因為遠傳的司機 跟台南市的合作計畫 有得到工業局的支持嗎 對 醫療機構的一個參與 我是給衛生局一個建議 你們每一年不是有督導考評嗎 然後你就把它列入這一箱 如果有做的人 你就給他加分 加分喔 用這樣的方式可能效率會比較快 也運用這個遠傳司機 跟台南市的合作計畫 那這樣的話應該會 就現有的資源去整合 應該效率會比較好 那第二個齁 就是那個破案力高 剛剛陳議員在關心的破案力高 我相信陳局長所率領的團隊沒有作假 那為什麼呢 你看一下那個發生率 你看一下發生率 其實吃案 吃案會發生是影響的就是發生率 它發生率大概維持一個平穩 那甚至於104年 104年發生率還 人數還多了一點 為什麼 因為案件數多了一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人口流動多了 所以包括車禍的案件 包括切套的案件都會增加 不是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那個分母也要做改變 不應該說把跳到100多來就是可 我來跟你講說明 就是說 他的破案力是沒有作假的 你看發生率的數字就可以證明 那為什麼破案力的數目會增加 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我要求陳子敬局長 他們提高科學辦案的精神 包括我們也給他的設施 就是他剛剛有提到 我們全台南市都已經建置一套 一個監視器 協助他們破案 你看看那個維冠大樓 最後那一位小姐 他們有辦法短期間內判斷是在什麼地方 就可以知道市警局本身辦案的能力 第二個 就是剛剛他所講的 因為警政署的規定 如果我們今天破案 是破到這個月破案 破到別的轄區的案子 這個算台南市政府的績效 所以破百分之百 不是他們作假 是因為他們績效好 這一點我們是應該給他肯定 這一點我們是應該給他肯定 就是說當然整個市警局 它本身還有努力的空間 就是剛剛陳清中議員所指教的 但是否則真的我們 治安滿意度 這幾年來 我們一直都是六度第一名 服務滿意度 92.4 93.45 服務滿意度 這警政署做的資料 我想這些跟陳議員做一個說明 那當然我會要求市警局 還有相關的局處繼續努力 感謝陳議員 我們謝謝陳清中議員 針對昨天台南市發生的一家五口 燒炭自殺的案件 那台南市議會呢 也非常所有同仁感到遺憾 那台南市政府呢 社會局也盡了很大的責任 包括戰後的問題 包括整個家屬需要協助的地方呢 社會局呢 也有和相關局處呢 都做了很妥善的處置 在此呼籲呢 所有的市民 珍惜生命 如果有遇到困難的話 盡量 打電話給社會局 或是相關單位 不要再有 往後有這種 憾事的發生 我們休息十分鐘